这个动作第一个要注意的是 他的脚已经太前面了 为什么 他的脚站在这个臀恒纹对过来 他的脚掌已经超过那个臀恒纹的位置了 而且超过蛮多 所以他应该会变形 所以他还是要往下移 好 这是第一点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出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大于90度很明显 这个有没有大于90度 通通大于90度 那代表他的身体怎么样 太后面了 他没有身体 对对对他还要 这个就正常 这个身体才能压下去 这个动作标不标准 差在哪里 对他刚刚的动作是小于90度 他们刚好相反 他是身体太往前了 还有一个他的问题 事实上还没有整个靠过来 还不是靠的 他有一点轴对肩的味道 所以这样越往下 他有一个 有可能越往下 越离骨头偏了 他一定要靠过来 才会沿着骨旁下去 一般这个手 他一定是掌心向上 这里不要这样 尤其 所以这个掌心向上 他的姿势这样放下去 第一个问题怎么样 这个一看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做不出来 然后这个手 应该要扶在这里 他也扶得太高 这是两个问题 那还有怎么样 他那个脚站得太直了 也没有弓箭步 所以他没 这里就比较平了 那这样就有了 这个也稍微注意 这个大于90 你身体还要往前 往前拉 对对对 再往前一点 还是超过90 整个身体 再不够 再不够 再来 对 这时候只能说你那个脚要蹲 蹲低 才能做出来 那这个还是有一点大于90度 所以这个就要怎么样 他还要继续往前 他往前这个蹲下来之后 他身体再往前 整个 他不是只有身体 他整个全部都要往前 这样才有办法 这样才有办法做出来 那他在转的时候还有一个 他这里感觉有一点稍微塌 他应该是这样 那这个脚就自然 他如果有蹲 这一脚就 哎这样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轻松 对 现在这样动作就比刚刚好很多了 在揉臀部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 第一脚就是弓箭步那一脚 站出了问题 第一个我觉得怪的是在 这里好像有一点稍微塌 我说过了 他的姿势是从头到尾 不能塌就是不能塌 只要塌任何的做任何姿势 只要稍有塌 那就是分散力量 这是第一点 我认为这里好像有一点塌 也就没有缩小户 这里没有拱起来那个味道 第二个 他这里揉起来感觉还是怪怪 因为他这里太高 那太高有一个问题 他这里 肘会对怎么样 来你看 我这样一直指上来 有没有对到胸 因为他太后面 但因为他身体太后面 看似有90度 但因为太高的角度 他变成会对到黏 了解吗 所以这个手在我的 那个正确姿势 他是要放下去的 那放下去他才可以往前 做到90度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就跟上去 这样才有可能对到肩 所以你只要一看到他的手 拿高 这个也是抓针尾的哦 也就是他只要手这样翘高 那看似90度 他的脸一定是对着他的肘 就不对了 所以你只要看他拿起来翘起来 你大概几乎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要放下来 你看他就知道 那这样他这个肘就自然对胸了 所以他刚刚那个手是不是拿的太高 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要抓 虽然他看似90度 但是他的已经变形了 然后肘没有对胸 我们一再强调是对胸的90度哦 对不对 那对脸就不对了哦 好那这样就有了 好那这里稍微注意 照理哦 这一脚他现在哦 他可以悬空哦 我是从来没有悬空过 这个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 他一定是不稳的 也就是他整个胸骨是没有移过去 整个靠过去的 所以如果靠过去 他可能还会出来一点 以他的长度 他不可能悬空的 因为他比我高 那这一脚还是有一点着地 我们第一步是这样 那扶着 对吧 那我靠过去 有没有 我的手不能太高 有没有 如果我高 那我势必要保持90度 我变成 这个肘就会对到脸 不可能对到胸 所以我一定下去 好那这样 第一个 好 那这个呢 这个如果我要靠过去 我的脚自然怎么样 过来 但不可能悬空啦 你一悬空 你就有一点身体这里失去 想把人家靠过去的味道 他还是要有着地 那重点在这一个 这一个脚步 好那我靠过去 那这样就可以做了 好那他在做的时候 我是觉得 我的腰有没有塌 好你们再看看 有没有塌 没有喔 那塌就是 如果这样 这样就塌了 微微的塌也是塌 那这个还是有问题 所以一定是这样 那胸塌的是什么方式呢 变这样 这个叫做胸塌 你们常常会胸塌下去 胸也是拱起来的 所以腰也会塌 胸塌 他从背后不容易看 但从前面会变成怎么样 埋头苦干 然后这里距离变很短 这个叫做胸塌下去了 好这个也做不出来 好这个是比较容易犯的几个问题啦 第一个这样看 第一脚就是也可能 如果站错就可能下来就变形 一定是臀恒纹对着这里 好 那这个手扶着 然后第一 这个喔 第一点找出来之后 那身体呢 靠 弄出来之后靠过去 好 靠过去 肘对胸 那这样就可以了 他这一个动作刚好补足坐姿的 这一个动作 因为他这一个动作是 上面有力 下面没力 那这一个刚好是怎么样 下面有力上面没力 所以他两个刚好可以补足 然后又可以怎么样 你们可以换手 不要用一手就容易酸 那这个是我建议是 男生揉男生 女生揉女生 为什么 他这个喔 手一般我示范是放在这里 事实上他比较好做 一般会容易放这里 放臀部 然后就直接比如说你要勾嘛 对不对 好我们就来做看看好 好假设 那你 你这样一手扶着是最好 你这样还是怪怪 一般是这样 好 那这样就直接由下往上 然后什么也不用动 他也不用站起来 更省事 好假设就 就这样 那这样就做完了 所以他这个动作是 几乎就是什么都没动 那你这样扶着 然后就直接靠下去就做了 好比刚刚又怎么样 更简单 这一个动作还有怎么样 还要怎么样 还要顶起来有没有 然后再压 那刚刚那个动作 几乎都是做的就一次完成 就是这样 你看 那做的差不多你的臀横纹 对他的颗骨上沿 他的角度 臀横纹对他的颗骨 颗骨上沿 那这一手扶着 那这一手就这样 这样靠过去就开始做了 那这个一定也是90度 这个一定也是90度 那这样就可以做出来 那这一个是下面勾的时候有力 到这里下来的时候就没力 所以可以刚好你们可以互补一下 你们做的时候 这样两个动作完成 那这样对自己怎么样 手比较不容易伤到 为什么 他在互换中 两手都在应用 那一手也比较不会酸 最后一点抓出来就可以了 那一般扶是这样扶着 对这样比较轻松 你看看这样是不是比较不会卡到手 就直接这样 嗯他这个动作还不错 好这个手 有没有90度90度差不多 因为坐姿最重要的是在哪里 他那个脚喔 两个要翻到他都有做到 好然后他身体是斜斜的擦下来 一般手是这样 好这样如果再过来 那这样斜斜的擦 那这样就更标准 这个喔有一点怎么样 有一点他的坐太太远了 有一点太远 所以他可能身体没有完全能够靠 你再坐前面一点 对对对好 然后再来把它找出来之后 嘿然后坐起来 骨盘应该还可以再转 他欸对 所以他的脚就自然进来 他因为转的不够 所以他那个脚 这样斜下去有没有比较省力 嗯 对 这这样就比较接近标准 就是还是要稍微斜一下 然后测的整个下去 臀腾纹对臀腾纹 那这个要揉 就直接这样 就直接插过去 所以这个脚两脚 就不可能有这样 像坐了还这样 那这个就没有完全把整个旋转 然后侧面压 所以看下盘 好那正确就是这样 我们来讲臀部喔 臀部造理也是一样 他是面对着前面 而非斜的 但一般人开始看屁股的时候 就是斜斜的 那斜斜的怎么办呢 他找出来也是这样 喔好不容易找出来了 他身体也是斜斜的 你看他有弓箭步 但是因为整个身体是斜的 他就容易怎么样不扎实 也不容易靠到骨旁 他是沿着骨旁 容易偏离 然后患者也感觉不扎实 他的揉法变 变有这样的味道 喔 那我们实际上是 一定要这样 正面 那所以整个骨盘 是要往前的 而非骨盘是往斜的 这个才是正确的 那这个姿势做正确了之后 你手扶着 然后第一点也找出来 你整个身体这样 虽然超过90度 然后这里走也对肩 那怎么调整呢 你靠过来 然后往前 身体往前 这里90度就出来了 然后脚自然就往外撇出去 后脚 那这样 重心就很稳 然后这里 手很自然的就 就变成这个姿势 那这样揉下来 就可以沿着骨旁 根本不用看 就可以直接 一直揉到最后一点 那揉下来 揉到最后一点的时候 因为它重心就低了 所以你可以蹲低一点 那手可以抬高一点 这样才可以顶得到 做错的时候 它一般就是这样直直 这样揉下来 那这样容易偏离 甚至到最后一点 他也不知道这个姿势 好 这是斜的 另外 还有一个没有靠过去 没有靠过去 就是 这样靠过来 靠过来 它才能够怎么样 肘对胸 但因为没有靠 它其实是在出满力 也就是它用手肘的力 手的力量 那这个揉不深 也就是如果要揉深层 它揉不进去 然后第二个 因为你没有靠 它不容易在骨旁 也是容易偏离 所以 这里 这个姿势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一定要靠 然后 然后还要怎么样 掌心放下 这里也不能这样 抬得太高 它势必怎么样 90度湿气了 它势必身体就会往后 那往后变成肘又对头了 也又犯了同样的错 所以这时候怎么样 你看揉臀部 如果手拿得太高 就不用揉了 因为它肘已经对头了 所以还是要放下去 跟前面整骨讲的 上背部讲的一模一样 所以都是这样 然后这时候身体再往前 那这时候肘才能对胸 然后你又靠过来肘也对胸 那这样是标准的动作 所以容易犯的几个错误 特别要小心